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拼音怎么写呢 而且是四声下 下这个字要从上向下写 从上向下写 所以第一笔是横竖 然后呢点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下这个字 可能你已经学过了 我这里准备了几张卡片 你看 这就是下这个字 这里有一横 就像是一张桌子 这里的树 就像是这个桌子的腿 这里有一点呢 你可以想象这里有一只小猫咪 你可以想象 You can imagine 如果你认识下的话 那你一定认识上 对吗 上 你看我们在九月六号的时候 已经学习了上这个字 这也是桌子 在桌子的上面有一个花瓶 今天我们写的是下 我们再来写 横 竖 点 虽然印刷体的这个点 看起来比较长 但是你可以写短一点 没有关系 横 竖 点 有的同学 可能写横的时候 写的不平 你看写歪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它擦掉 这样是不行的 一定要横平竖直 横平竖直 好 那我们深呼吸一口气 继续 横 竖 点 横 竖 点 横 你看 我写歪了 有的时候我也会写歪 对不对 我也会写歪 没关系 我们擦掉重新写 横 竖 点 横 竖 点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写的汉字 下 我们下期见 在这期见 就行了 我们下期见